好明杰剛剛看到的是拜登的公開談話 但是俄羅斯這一次事實上也非常的囂張 對這一個美國拜登政府 權力還是在力挺烏克蘭 那我們看到俄羅斯這個普丁 那當然開始做出一些反制動作 那這一次那派遣了一艘 這亞森級的克森號 他是屬於核攻擊潛艦855型 那加上一艘這個戈爾什科夫號 這一型的22350的這個巡防艦 另外搭配一艘這一個 應該是算油彈補給艦 還有一艘比較特殊的是打撈拖船 那四艘算是組成一個小型的艦隊 那訪問古巴 那最重要是說 這古巴離美國的佛州 其實也不過160公里的這個距離 所以這個動作當然讓美國 這一個非常的警惕 覺得這就是針對美國而來 特別是普丁企圖用這樣的動作 來威脅美國本土的安全 不過這過程中當然很重要的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搭載核武器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亞森級 它是屬於核攻擊潛艦 是屬於這一個巡弦飛彈的核潛艦 它跟譬如說北風之神 這一些戰略核潛艦 搭載的是這一個 攜帶核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 不太一樣 它是屬於核動力 但是這上面是不是會換裝核彈頭 這一次當然也是美國 基本上關切的部分 那古巴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美國跟古巴已經建交 所以古巴特別對外公開向美國釋疑 說這一次俄羅斯的這些艦艇 都沒有攜帶核武器 那表示說 並不是針對美國而來 不過當然美國其實在整個俄羅斯艦隊 那進入到美國後援 這過程中 美國也加派海上跟空中的反警兵力 全力在緊盯 那跟肩這一艘亞森級 那我們簡單談一下 就是說這個俄羅斯的亞森級 那85型它是屬於這個俄羅斯最新打造的核攻擊潛艦 基本上來講 這個美國的評估 它算是俄羅斯個型潛艦裡面 這精英效果最好 但是還是遠不如美國的維吉尼亞級跟洛杉磯級 那主要是說它火力確實可觀 因為它水下潛航 滿載大概1.4萬噸 要比美軍的維吉尼亞級9000噸要來的大 可以攜帶彈藥相對來說比較多 它可以帶72枚的這一個魚雷 同時它也可以 那透過這個垂直發射 它可以潛射32枚 不管是這一個P-800或者是口徑巡弋飛彈 那另外一艘哥爾什科夫級的這個巡防艦 也算是俄羅斯最新打造的新型的這個巡防艦 它盾位其實不大 滿載大概5000噸 不過很重要是說 上面除了32管 隨時發射系統 可以發射防空飛彈之外 另外它有這一個 8枚飛彈的這一個8連裝 兩具總共可以攜帶16枚的口徑巡弋飛彈 更重要是說 他這次號稱說也帶了俄羅斯最新的告石 超音速飛彈 高超音速飛彈 那高超音速飛彈 告石先前其實曾經在克里米亞半島 這個發動攻擊過 不過當時也被烏克蘭攔下 所以高超音速飛彈 它的威力是不是像這個 俄羅斯吹噓的這麼強 其實這個神話 我們看起來除了先前匕首被擊落 某個程度已經破滅 那比較重要是說 這個動作 為什麼引發美國的關注 第一個剛剛談到說 過去來講 當然古巴也宣稱說 其實跟俄羅斯之間 每年都有這種艦艇的互訪 不過去年來講 只派了一艘訓練艦 今年連核攻擊潛艦都來 那當然這個示威的這個動作意味非常的明顯 那比較特殊的是 我剛剛看到說他四艘裡面 居然有一艘是打撈拖船跟著來 通常會有打撈拖船 就是擔心這核攻擊潛艦會出問題 在這個出海過程中 不知道出什麼意外 所以會帶著這一個拖船來 那另外還有包含像 這一個戈爾斯科夫號 那上面其實他本來設計是屬於近岸巡防 所以他盾位不大 他不是像這個俄羅斯過去重型的巡洋艦 那重置盾位大到這一兩萬噸 那五千噸來講 基本上過去要測試過程 也不是很理想 曾經發動機失火防空 這個火炮無法瞄準 所以其實俄羅斯武器 當然核攻擊潛艦 這講到這樣的一個武器來講 對美國當然是挑動他敏感神經 但是真的性能 是不是能夠跟美軍來對抗 當然還差得非常遠 不過這個動作當然 也被美國解讀說 是不是普丁進一步在威脅美國本土 主要是因為美國 我們剛剛看到拜登又跟烏克蘭 欠了十年的這個安全協議 同時G7要提供烏克蘭 將近五百億美元的這個貸款 那軍援的動作源源不斷 那普丁現在非常擔心的是說 美國現在已經進一步 開放跟盟友開放說 讓這個原污的武器 可以打擊到俄羅斯本土 那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這幾天 在跟北約的這些國防會長 的峰會裡面就談到說 最近這個盟友同意 烏克蘭使用西方軍援的武器 來這一個襲擊俄羅斯本土 已經讓二軍先前 因為烏克蘭這個彈藥不足 那在這一個東北面第二大臣 哈爾科夫的這個進攻 已經放緩下來 換句話說這個軍援不斷的情況之下 已經能夠有效的阻絕 這俄羅斯對烏克蘭進一步的入侵 那普丁當然從這個 開戰到現在 這個嗆搖東用核武不下一二十次 最新的一次包含像他在3月1號 就職典禮的時候就宣布 說這個如果有西方國家要派兵 或者是要企圖讓原污的武器 來攻擊俄羅斯本土 那當然就不排除動用核武 他又強調說 這西方認為俄羅斯不會動用核武 這樣的一個假設絕對是錯誤的 那用這樣的方式 一方面那口頭上加大市井 第二個最近他這核武的演習動作頻頻 那從5月22號其實在烏克蘭跟俄羅斯的邊境 這屬於俄羅斯南方戰區 這個部分 那他就進行這伊斯坎德爾彈道飛彈 跟匕首這一個飛彈 其實這兩型都可以換裝核彈頭 那進行一項戰術性的核武 那最近6月11號跟這個白俄羅斯 他先前也已經部署 這伊斯坎德爾到白俄羅斯 那進行第二次的戰術性核武演習 這些動作無非其實都是在宣稱 那在市井說他隨時會這一個 對烏克蘭動用核武 那另外空中的部分包含像先前他在這個北極的基地 匯集的圖95MS圖22M3 甚至圖160個型的戰略轟炸機 那另外這兩年也已經多次試射他最新的RS24 這亞爾斯洲際彈道飛彈 這些動作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普丁心中其實非常的恐慌 很擔心美國進一步升高度對烏克蘭的援助 最擔心的就是派兵 那反過頭來當然白宮其實最近也罕見 對外公開證實說正在思考要擴大核武庫的這個數量 因為特別過去美二簽署 這個newstar戰略核武裁檢條約 那雙方約定戰略部署 就是說核彈頭 其實雙方庫存約莫都在6000枚上下 但是放在這個真正的載台上面 隨時可以發射的都有1550枚這樣的一個數量 這樣的數量去年俄羅斯宣布片面退出之後 美國懷疑俄羅斯可能正在加速打造他的核彈頭的數量 那另外一方面 中國在沒有限制的情況之下 核武庫可能會從5000枚增加到1500枚 所以現在美方當然全面的考慮說 是不是要擴增核彈頭的數量 不管是戰略性核彈或戰術性的核彈 不過整體上看起來 美國現在原污的目標 戰略目標從一開始非常明確 第一個不會讓烏克蘭被俄羅斯併吞 所以你看這個奧斯汀 其實都已經公開強調說 絕對不會讓烏克蘭戰敗 那第二個在這前提之下 要避免跟俄羅斯 譬如說直接交火 直接開戰 那所以為什麼會這一個沒有派兵 主要原因 一個是說避免跟俄羅斯發生直接衝突 第二個很重要 其實是跟台海有關 因為他要保留實力 因應中國的威脅 可能台海的情勢 第三個更重要 美國當然全力在避免 這樣的一個俄烏作戰 可能升級變成核武的大戰 因為一旦俄羅斯在這個烏克蘭動用戰術性核武 美國其實有可能聯合北約國家來進行核反擊 那所以美國對烏克蘭的這個軍援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動作是一步一步慢慢升級 那就像疊磚塊一樣 那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到什麼程度 美國就軍援烏克蘭到什麼樣的一個強度 那所以現在拜登開放他用ATACMS 就是海馬是多光火箭 射程可以超過300公里的 這樣的一個算是小型的戰術導彈 去襲擊俄羅斯本土 主要也在警告普丁 不過反過頭來 普丁也因為美國加大 對烏克蘭的援助 也同樣這個升高核武的態勢 所以未來俄烏戰爭 現在恐怕還非常難料 不是傳統武器上面的相互爭奪而已 是不是有可能進一步升高成核武 雙方不管是威責也好 甚至動用戰術性核武 這確實都值得觀察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